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要講講一個新的面試策略的重要方法 好 首先就一樣同樣介紹 各位同學 我是這個特特觀 是這個香港設施工程學院的首席講師和總顧問 我們已經講了這個註冊工程師 或者本地的註冊工程師 或者海外的註冊工程師 包括了英國 澳洲 紐西蘭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學生 都可以參與我們課程 方法是差不多一樣的 好 今天也很感謝香港設施工程學院的一些附屬學會 這個香港設施工程師學會 以及香港數據中心工程師學會的贊助 講這個叫做100個策略 關於註冊工程師的面試 這個面試不只是包括了專業的考試 包括了工程師去見工 找工作的時候的面試 或者是上board 上去promotionboard的一個方法之一 OK 我希望你多點去參與 留意收睇我們這個YouTube 還有可以在我們學校看看我們的網址 或者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不論你是想問關於任何工程的問題 工程的未來發展情況 都可以打Whatsapp去 我同時會先回答你 OK 好 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叫做 特區工程師 或者註冊的專業工程師的面試策略 第二十六堂 策略第十二 這個策略很重要 這個就是英文版 大家要看得明白的話 就在講的anthuistic to the interview 第一點 我稍後再解釋一下是甚麼意思 第二個就是to the interviewers 第三點就是要令到對方 make them feel important 第四點就是不要害怕對方 但是這有幾點在這裡 其實 我稍後再找一支筆 用筆來表達給大家看 第一點是anthuistic to the interview 第二點是to the interviewers 第三點就是令到他們覺得他們是重要的 第四點就是不要害怕 我逐個解釋 這有四句話 很多學生經過我們這麼多年的考試訓練的時候 通常在學生考試之前 我就會給他們這些策略 教他們怎樣做法 這個根據我過往1988年去考試的時候 連續考三個學會一次過考了三張牌照出來 另外就是當我們過去這麼多年 在2000年開始我們教的學生 現在教到104個學生合格 那你可能其他一個 只要你肯去努力 和願意付出 還有我有個要求 希望大家除了努力之外 就是要稟行端正 不要做壞事 我不希望幫助陸生 他將來或者現在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絕對不希望幫助壞人 希望幫助政績的工程師 年輕有壞那些 為社會 為你的出生地 為你的地方去奉獻 你的財能 對這個人來說 OK 好 首先講過這個情況 第一點就是叫做 anthusistic to the interview 很多學生呢 是在面試的時候 沒有表情 或者對於那個面試是沒有什麼熱情 可能其實他本身不是這樣 但實際上他間接地表現了這樣 所以我們在面試的時候呢 要表達出 你是對於那個面試是很有熱情 熱情 大家明白嗎 熱情你對某種東西是有熱愛 熱愛 你對於打冰箱球 打籃球 打足球有熱愛 有熱愛 你就會願意付出 或者你對某人是有熱情 這個簡單的 對於學習某種東西 或者對某個人特別有熱情 那現在你要熱情 把你的熱情放在你的interview那裡 你的面試的部分 譬如有些情況怎麼不夠熱情呢 就是他答題目的時候呢 他是目無表情 或者說的話是比較平淡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說 哦 舉個例子 我用英文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不想這樣 什麼啦 他說 哦 I graduated in the year 1984 from the Glasgow University and got a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gree and in 1990 I also got a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in the year 2008 I got a doctor degree from the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那這樣的interview呢 人家覺得你好像讀書 或者歧託 是不是嗎 你怎麼有個人感覺不到你的熱情 是不是嗎 就是你要有熱情給對方知道 你對於這個面試是很著重的 好希望可以得到 那如果你調轉來讀呢 或者你要表達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不同的表達方法 那你就可以這樣說 譬如你說 I graduated in 1984 I graduated in 1984 at the Glasgow University with a mechanical degree with a first-class honours and then in 1990 I also got a MBA degree I felt that I need to sharpen my business management or business strategy skills and in the year 2008 I also got a doctor degree from the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called the Newcastl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nd I really enjoy having study or taken this program 就是你給一個熱情 別人感覺到你有熱情 明白嗎 明白嗎 就是我想告訴你第一點就是 對那個面試有熱情 不要模糊表情 或者擠都不笑 或者甚至有些更差一些的 學生或者有些老師來見學校見公 握著眉頭 人家為什麼要聘請你呢 問他就說 這個很難做的 這個又比較難搞的 我對這方面又不是很熟 那人家為什麼會聘請你呢 為什麼會讓你升職呢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 第二點 你要對那個考試官是有熱情的 那很重要的為什麼 考試來講通常 或者你面試也好 有兩個 通常一個或兩個或三個 但是一般的專業考試 都是有兩個或三個 以示公正公平 那現在考試是很多 以前的考試呢 工程師考試或者專業工程師考試 只有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獨斷 那這個就不是那麼好 在面試啊見公啊不是那麼好 那所以呢現在呢有兩個人呢 是作為一個考試官 那並且有些情況之下呢 就會有一個旁觀者 或者observer 那是作為一個呢 是比較公平公正的面試啊 那但是你都要對那個主考官有熱情嘛 是吧 就是你對於他問的事情 剛才所說的目無表情的回答他啊 或者眼睛都不看他啊 看著上面啊 看著下面啊 看著你的筆記啊 或者看著手啊 那這樣 那就對他沒有熱情啊 你明白嗎 就是 在一個主考官來說呢 他覺得你是很有熱情的去面試呢 那起碼他對你有一個好印象 是不是 那同一道理呢 剛才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對他有熱情 就不要默默的情啊 之類的東西 這個呢大家要留意這個情況 那或者你可能太緊張了 是不是 那一瞬間我們都有教這個辦法 這樣可以令到你呢 是可以 作為是比較有熱情的一些 就是你對他很欣勤 你想一下 你的主考官 可能決定了你的考試下目格 那當然我們 不可以說只是擦牌啊 或者是 仰聽他講 但是你要對他尊重 譬如呢 很多時候他問你的問題是 oh yes sir I remember this one I can answer now 是不是 就好過 你看著他 又沒有聲音出 或者又震震驚驚 或者就是 對他不尊重 我都試過 好像interview過 很多年前 interview過一個學生呢 他是做物業管理的 那我們兩個interviewer 我記得好像是 我是做主考官 一個副考 就是好像在A2 名字就不要說了 是不是 那我們兩個都很客氣 對 對 主考人 那個面試者 我們都很客氣 但是怎麼知道 這個主考人 可能他曾經第一次 失敗過 所以他對於 今次再考 第二次 他覺得很不容易 於是他發了很多怒訴 他說 上次我考 我覺得 我應該合格的 不過今次你要我再考 我就再考 接著我們都問他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最後他突然說 你兩位對於維修有什麼經驗 實際上 有沒有資格去考我 我很懷疑 他說 我們兩個搞不清楚 我們兩個都是做過維修 做過總工程師 做過維修部經理 有些就是專門做 一些承建商的維修公司 做過很多年 但是你這樣對這個 不僅是沒有熱情 你現在沒有 不尊重下面所說的意思 是吧 那結果這個學生就失敗了 我們兩個談完之後 我們覺得 第一個答案答得不好 第二個他對這個面試 是沒有尊重的意思 就是我們後面所說的第三點 你不覺得那個主考官是重要的人物 當然他重要的人物 不是因為他是主考官的問題 而是他要執行那個主考的時候 的一個面試的官 面試的主要人物 所以你對對方尊重 其實我們對每一個人 都應該尊重他 令到對方覺得他是很重要的人物 你看到那些 推銷人員或者是 推銷物業那些 是吧 他說陳先生 很感謝你 今天早上見到你 真的很高興 是吧 他很尊重 然後你進升降機的時候 他會想讓你先走 是吧 你出升降機的時候 他會按著升降機 讓你先走出去 他要介紹個物業給你 他要推銷這件事 是吧 或者一些好像賣保險的 都是一樣的 他對顧客很尊重 哦 陳先生我明白的 你的問題我了解他 我解釋給你聽 是吧 令到對方覺得他是很受人尊重 世上沒有一個人 願意人家是不尊重他的 你想想是不是 就算他是一個很低級的人 無論他是做清潔的 他做技工的 他做技術員的 做工程師 就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別人尊重他 明白 所以你在面試都是一樣 要尊重對方 也都希望對方尊重你 如果你尊重對方 對方都會尊重你 如果你不尊重對方 對方能夠包容你的時候 他不會馬上告訴你 但是在面試之後 他就會失敗你了 是吧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叫做 鏡子策略 只要你尊重對方 那麼對方大部分情況 正常之下都會尊重你 如果對方不尊重你 是某種原因 因為你的角色 皮膚 或者你的性別 那些interviewer是不適宜做interviewer 你有權投訴他 因為他沒有做到 他應該做interviewer的一個 一視同仁的 idol 所以有些學會 是有個第三者 observer在那裡 去觀察這個情況的 好 這個第三種說 記得要尊重對方 要令對方覺得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也帶領我們去第四點 不是代表你怕了他 你千萬不要怕這個想法 你和他都是入底界線 是吧 在宗教來說 有些人就說 我不管你什麼職位 你和我都是一個靈體 精神上的靈體 是吧 所以你沒有需要去害怕他 如果你害怕他 那你就已經輸了 這個interviewer一定輸了 大家是平等的 雖然他的工作是要面試你 他是最後官 但是你是那個面試者 沒有了他沒有了你都不行 要完成這個流程 一定要是很勇敢 還有呢 不會害怕對方 我們叫做是 不抗不悲 以前好像有搞過 在這個interview的技巧方面 不抗不悲 不要太過怕對方 又不要太過驕傲 這個是所有專業學會面試 或者一些建工的專業的公司 是應該有的態度 不需要害怕對方 你只是當一個朋友這樣聊 你可以當什麼呢 如果我通常搞學生的話 你當他是 你是顧問他是一個問者 他問那個excavation的流程是怎麼樣的 在香港來講那個 入BA的procedure 你當是你自己顧問的 就回答他 那就最好了 這個方法 你又不覺得很害怕他 你當他是問者 他問你 那你就回答他 他可能會問一些很刁鑽的問題 都不要緊 你主要是用我們的方法 去適當地回答他 在適當的地方回答適當的東西 適當的長短 適當的時間 那是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希望大家在這個 今天所講的 註冊工程師 或者特許工程師 這個這樣的 面試 第26課 策略第12 你想知道前面的14個面試技巧 都上回我們學校的一個網誌 可以看到 不然你就回去 我先查一下這個 回到我們學校的這個網頁 我們應該在網址裡有的 如果不是你找不到 你就去我們學校打Whatsapp 問我們學校65286900 當然如果你在海外的 不是香港的同學朋友 就打這個加852 然後寫65286900 這個Whatsapp去打 或者打到我們學校 26871-08 我們有專人解答問題 可以嗎 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 盡快去參加這個課程 好不幸運 我想告訴大家 你的老師 我身體不是那麼好 年紀又大 我也不知道 還可以多教你幾多年 是吧 希望我可以 為社會的貢獻 幫助多些 有為的工程師 年輕的工程師 是早日考到這個工程式 沒有一個醫生去讀醫科 而不去考醫生牌 是吧 你不會幫助一個毛牌的醫生 我們不是代表說 所有的註冊工程師 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 不是我們的意思 不是我們說 你成為註冊工程師 是有一個保障 等於你考到牌 有牌 有牌醫生那樣 有牌醫生 未必一定是比毛牌醫生好 但起碼他有一個認證 是經過考核 有一定的順進 質量的問題 我們講的是質量的問題 可以嗎 希望很多同學 朋友 他是有資格去考的 你盡快考了 我怕老師 不知道 再過幾年 不知道老師還在這個世界上 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你 有空前才能幫到你 希望大家真的要努力了 OK 好 多謝大家 今天我在這裏停一停 我最近都收到幾位同學 他們來問我們關於考註冊工程師 或者達學工程師的事情 他們說 主要都是看到網上我們這樣的短片 我好多謝大家 真的好多謝大家 去收看 或者是轉傳 或者 take a like 或者是按個小鈴鐺 我們學校的目的 在1999年創校的時候 其實 一是為了興趣 二是為了幫助更多的學生 還有呢 是減少錯誤的情況 就是很多在學校學的人 他們學的東西 或者在工作上學的東西 就是偷工減料 我們希望傳達一個正面的訊息 好 多謝大家 有問題找我 我是鐸鐸灣 拜拜 謝謝